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来到721五周年了,2024年7月21日的夜晚,希望和大家继续,夜晚的时候桑普伦静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当然是讲香港的新闻,721五周年,简单讲讲今天的新闻 我一直关注着整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心其实都是今天和香港的朋友们同在 我发觉9点多传来一个新闻,我觉得哇,就是看得到,令全世界看得到 香港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信念,希望和我们的深深念念的价值 公义的精神,真相,和我们对于自由的热爱 原浪站G7号外面,G7号什么地方呢?就是五年前那两个黑警,掉头走的地方 OK?721不见人了嘛,那于是这两个人掉头走的地方就是G出口 今年整个警方的报房和往年很不同,原浪的地方很少警察很赞光 但是看到这个情况,香港人经常在G出口附近陪回 都一直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做很多事情 我先讲今晚,今晚9点左右的时间,大概有10名左右的香港市民 背对着镜头,用快闪的方式,在G出口的地方 就是那两个经员掉头离开左右的地方,就举着五一的手势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另外一条大毛巾,有一个人举着的就是自由两个字写在这里 Freedom,你看一看,这个就是香港人的精神,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我经常在台湾和很多私底下的,或者在节目上说的就是说 希望全世界知道香港人到今时今日都很多人没有放弃过 大部分人的认识就是说香港已经挂了,淪陷了,玩完了,已死了 整个已经被中国殖民,军队,一路去到警察,一路去到食环 食环今天去到这个书展道,也都作威作福去乘名,在这里搜集证 去看看哪个人在这里有煽动意图罪 这些这样的东西呢,无日无知是在揣摇着大家 整个香港,无论经济方面,外资的进入,有这个金融的地位,法律,贸易,航运 房地产,you name it,全部都已经死气沉沉,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香港已死,这个说法不敬而走,但我们做评论呢 需要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不是dead去形容这件事很简单 任何的细节真相都要呈现的,你不要认为dead,用这个心态 dead,于是所有的东西变成零,不是这样的 刚刚我说的这张新闻,是我觉得今天最令我感动的一张新闻 即是他们这十个人左右的勇气,远远比我现在镜头前面的勇气大 当然,我现在香港,他一定捉我的,但是他们十个人是冒着被拘捕的风险 依然去显示到我们的精神不死,意志不屈,不要死,好好活,准备好,等运到 我们知道温存希望,坚持信念,光明始终会到来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一番说话 也很多谢这十个人能够挺身而出 说多少也好 挺身而出是最重要的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说十万九千个节目 都不及这十个人在香港依然 赞放出一种希望与信念的光辉 这个人我们在海外的人望尘莫及 也非常感恩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 我们未来依然有希望 而全世界各国 我都呼吁各国知道 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是不同的 香港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 你看看中国人会不会有这么多人 奉年过节每次纪念都会准时就位 不屈不扭呢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精神 我是非常感念 也都是我无望 我这个四十年来 就是在香港过的日子 我觉得相当多年来在香港过的日子 我觉得非常难得 今天是元朗721事件的五周年 G出口除了夜晚之外 其实在下午到傍晚的时间 新村香港的黑衣 黑衣是香港 带着黑口罩的Brian 六点到元朗站 又是G出口墨站 旁边有人摆放了一束白花 即是有人墨站 有人摆白花 到了晚上大概七点钟清洁工人收走了那束白花 Brian说那天发生过的事我都不多说 主要是想提醒大家 为什么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步 这几年721他都有来元朗站去墨站 看到各方对721事件的陈述转变 由白衣人集击的事件变成两班人打斗 就觉得是群众互偶 接着各打五十大阪 用这个方式来希望改写历史 法庭那班法官 炸傻扮懵 为虎作枪 为共产党名落开道 希望改写历史 但默写的历史 敌不过血写的真相 Brian说 现在讲的讲法是两边打斗 我那时候不觉得是这样 现在都不觉得是这样 我们坚持拒绝遗忘的精神 Brian说 眼见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了 自己也都由昔日的愤怒 变得越来越恐惧 最主要的恐惧是 你不知道有什么会发生 不知道做什么会有什么反应 不知道反应多大多小 但仍然觉得 这些事是他应该要做 因此瞒着家人 来到元朗站 而且日后721 Brian也打算会继续 除非那件事有缘满结束 如果不是 时间不是最大问题 他会继续下去 他说忘记与麻木 不会令事件变好的 只会累积问题 虽然事隔五年 但那天发生的事 对今天的环境和政策 一切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事扭转不到 但起码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永不忘记 坚持信念 温存希望 另外 我们都看到很多人 都在现场 继续努力去支持 我们其中一个 就是看到女长毛 女长毛依然在现场 用贴 大约五点半 今天傍晚五点半 身着黑衣的女长毛 来到元朗站 用行为艺术 表示她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她将药水胶布 逐快贴在面上 手臂上 这个行为艺术 将军打在我们身上的 伤痕 的scars 始终都会存在 她说 今天7月21号 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 拒绝遗忘的精神 是很重要 米兰坤特拉说过 人与极权的斗争 往往就是记忆 与遗忘的斗争 这个就是 女长毛 给到我们的情况 很多谢你 因为她的努力 就是女长毛 没有努力 我们才可以 今天 依然看到 很多人 依然都不会 去削弱 就算是六点半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 我们看到 在元朗站 东头村的出口 有市民 新村欣赏 为人民服务 的字句 毛泽东肖像的白色出色 手持着暗夜星辰 转身走人的标语 这个女士在右手被驳为致 问上 好L中意香港 而文身 就在一两年前 做已经文想 区议记者解释说 她的衣着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她又透露 早前曾经被便衣警察恐吓 担心今天行动会被国安 秋后算账 因此行动闪溯 仅愿意向镜头短暂展示印有标语的纸张 最后立即收起 所以恐惧是必然的 但他们愿意 告诉全世界的人听 和全香港人知 这件事是未结束的 这个出口位置 是五年前七一事件 有现场片段拍到 两名军装警员 秦京该处 但未有停留 继续向东头村出口离开 这是G出口 所以我们这些事 完全知道发生过什么 我们永远拒绝遗忘这些事 而今天在湾仔的书展 大家都知道 也有类似的做法 有叫禁书之处的摊位 大家知道 现在湾仔书展 陆续有参战商收到书展的要求 下架前后八本的禁书 分别是廖偉堂的末日练习 梁吏之的日常运动 希望学这个作者所写的 这个叫做异乡港鞋 另外就是我们相当熟悉的 欧加伦 所写的这个最后的信仰 乱留和2047夜 邵家增有坐牢情绪学和子女筹奸 这些书籍基本上八本禁书 可能陆续有来 其中一间参战的界限书店 就在摊位的柱上面贴上多张的字条 就是说 廖偉堂末日练习以下架 梁吏之日常运动以下架 希望学异乡港鞋以下架 欧加伦最后的信仰以下架等等 另外几张已经有下架的字样 以被往后还有需要再写上读者和书名的 就是以下架 你看你禁哪本书 我就是这个禁书之柱 就是你港共政权 中共政权 这帮共狗的恥辱之柱上面 写上你禁的书 你越禁的书 就会越流暴 越能够流传 你越禁的歌 越能够有多人听 你以为禁得住刚刚那几本书吗 这几本书以后会在台湾 全世界华文社会大卖翻人 永远存在 就好像区块链一样 就是blockchain一样 永远存在 你觉得你可以禁得到吗 你以为这样 就是交道功课给这个杂猪头看 但是最后当它倒下的时候 一本本的书 如雪花般 永远在全世界角落 你觉得会禁得到吗 所以我很多谢 教育书店 我看到很多 南南的天 教育书店 很多很多的 真的为热成而奉献的人 依然为书战努力 我知道 食环在那里查牌 在那里搞他们 OK 我都知道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客 这个Selena 就是郑家瑜 是被先投限自散 然后解雇 理由根本是荒谬 说她是一间外媒的记者 不应该关心香港的 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等等的东西 简直是荒谬 那媒体你将它标签为 外媒与内媒 接着用这东西说 不关心新闻自由 市民没有新闻自由 华尔街日报可以在香港 做任何新闻的采访 编辑吗 这东西是为你的报道着想 哪个地方不自由 哪个新闻机构都有责任 去发声的 所以我说 这些西方的左媒 无论是看回 这些CNN 一直到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一直到BBC 这些所谓的大的媒体 Time时代杂志 其实很多东西 已经被中国共产党 渗透了整件事的调查方向 全世界美国的调查方向 在国安调查 华尔街日报 是否有中国洩入 导致到它禁制 甚至是炒了郑家瑜 开除它 因为它既协主席 于是会开除它 因为这次时间有限 所以我稍后有机会再读 它在明报数所接受的一些访问 在读这篇访问之前 我想就是说 我们先回估一下721的东西 令大家再refresh一下 我们究竟是有什么 更加需要值得要铭记的事 大家知道 原浪721事件至今已经五年了 共有九名白衣人和一名非白衣人暴动罪成 五年过去不单政府和警察对事件的定性改变 当事件被带上法庭 法官的判辞也对当日的事件重新传释 是指寄创改历史 我们看回独立媒体 整理721事件后政府和警方的说法 以及至今以审结案件的判辞 当中政府就721的论调 由示范后的襲击事件 暴徒示意 襲击手无串帖的市民 在约一年之后改变为 由有议员带黑衣人冲进去 集体嘔斗 双方势军力敌 旗鼓相当 肯定共产党后面法官要改写历史 而翻查2021年和2022年 审结的两宗白衣人案的判辞 法官业座民 曾经形容属于集体丧失理智的无差别袭击 引起市民极大恐慌的集体私刑 站委法官王兄卫当时说 拒绝截立白衣人是维权 说是属于武装结责 但也提及习内黑衣人向白衣人 曾经做过可被视为挑拨的行为 例如用灭火喉喷水等等 无疑令事件最一步恶化 即各答五十大板 及致林卓廷7人的非白衣人案在去年开審 控方开案层次曾经说 黑衣人挑衅白衣人入闭内打架 由杂物用消防喉泄水等袭击白衣人 而白衣人多番挑衅下 开始冲入闭内 简直是完全颠倒是非和是罪 并且说因为有人投袭垃圾桶盖 而走上月台施责 简直不知所谓 林卓廷案将会在今年九月结案陈迟 还有两个月时间 而法官曾经预料今年内或会作出裁决 已经拖了很久了 林卓廷由47人案一路和这个案件一齐都已经被击押了超过三年的时间 戒时我们一定要问候 阿廷就是我们心心念念 他相当勇敢和建议勇为的人 很冤枉的 但我们一定要 要挺着希望祝福 他家人也要祝福 仍然在赤柱的林卓廷 看看财务会如何 至于今年首名被裁定罪成的非白衣人 法官李庆年一定在赤柱署上有这个李庆年的名字 法官李庆年在判辞手上提到 七一事件第一阶段 是有人网上呼吁光復元朗 明显煽动他人冲击元朗围村 藍边围是吗 就是荒谬的 又说是就7月22日 凌晨朗和路及元朗站一带 白衣人及黑衣人双方都有参与暴动 双方是互相以暴役部解决问题 被告美其名为智慧防止罪案实际上是暴民一份子 就是这些欲加之罪可 他说虽然白衣人一方的暴力 使用武器及预谋程度都比非白衣人严重 但法官强调 非白衣人一方以武力还击以暴役部 亦都要付出代价 这样说都可以 即是叫做被害人变加害人 19年7月21日 大批白衣人在元朗西铁站 和附近手持木棍和藤条 杀击市民造成多人受伤 721事件后 政府和警方都在7月22日凌晨发稿 强烈谴责上环和元朗的暴力行为 政府形容元朗有人聚集在港铁车站月台 和车厢内集击乘客 引发冲突 导致有人受伤 警方又说 有人在元朗港铁站月台和车厢内集击乘客 导致多人受伤 强调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行为 同日下午时任特首的林郑月娥777和一众司局长 和时任警务署署长盧伟聪见传媒 林郑说施集者目无法己 示意伤害市民和铁路乘客 行为令人发指 我们绝不姑息 绝不容忍 已经要求警务署署长全力执空 将这些兇徒成之于法 而当时盧伟聪和当时出任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 就应用事件是元朗袭击事件 李家超说事件严重伤害受害人及社会 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 我们不会姑息任何暴力 刘伟聪也表明 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们警队绝对不会容忍 而就记者问及当市民搭地铁也被白衣人打 林郑没有否认重申 这种事无忌惮目无法己的行为 令全城震怒特区政府会严肃处理的 这些说法是当时共产党还未编好故事的时候 这帮九官所说的事 当然他们说完之后是不会做事的 因为整件事全部都是一族有另一个系统 全面这样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设计的好事 我的分析是什么呢 七二一事件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当时我那天在铜锣湾游行 一直到上环接近西环 整件事 我们看到警察无染鸡笼 没有了 很少见证的 警方通常是严阵部署的 整个游行好像无染鸡笼 很多当时我们很口语相传就是什么呢 肯定纵容我们找一些暴徒 扮示威者 找一些警察 就是做二五仔扮示威者 是否纵火啊 抢劫啊 小心这些什么 当然当时没什么发生 后来呢 先知道原来整件事在部署着元朗这宗大案 又是网上吹风就说要冲入元朗开始 大家知道这些全部共产党在后面挑拨的 我们之前看到柳俊刚在生前写一本 这个元朗黑夜 我在几年前在这个节目自己可以找回的 我读过一张一张给大家看回 大家可以买回这本书是很值得的珍藏记录 而当时柳俊刚当时生前在那个时刻 已经被打得很紧要 心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后遗症要克服的 那我怎么看这件事呢 六月发生的反送中运动 共产党觉得要镇压的 当时我很肯定习近平是想拿军队来镇压香港 重演八九六四个一幕的 你别以为共产党不会 他真的会 尤其七一之后觉得更狠狠刮了共产党一巴掌 而当时特朗普 川普总统 当时在美国白宫 当时后来说过一句话的 就说 他跟President Xi说过 绝对不能出动解放军阵压 我想习近平当然受到美国的威吓 威胁 然后他用什么方式呢 第一招 就是叫做 警黑合作 打人 用这种方式 震压 然后这种手法是极大残酷的 为什么用脚跪颈 出血的时候打爆牙 接着在警处可以剥杀你三 强奸你非礼你 轮奸你就可以 陈彦霖周智乐一个二个的稳落 其实跟这些人完全是相符 在大厦里 在窗旁边 一个人将个尸体扔下来 可以肯定告诉大家 杀人 很多件事可以给大家看得到 非彼尋尚 我会说 这些就是他的方式 就是一手强力镇压 一手用721事件 做一个警黑勾结的恐吓 希望这件事停 但香港人没有停 然后11月发生的事 大家知道什么事 中大理大 还有区议会选举 而共产党拍摊 于是国安法 但这件事是这样发展 所以7月是关键的 不只是11月是关键 7月是一个关键 就是说 从屠城 变成两招的镇压 这个就是我整个大局的观察 未来你会看回 很多书写回这件事 更多的分析 会让大家看到 但事实 我们会澄清出来 是很重要的 所以都是这样的话 现在很多香港人就说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念 你可以不同意右派 你依然支持左派的想法 你依然觉得特朗普是一个法西斯 任你怎么去抹黑 我只是说一句话 救过大家的人 大家是不是 将他完全否定呢 甚至没有他说 否定他救过你呢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都不需要我说 无论是林郑月娥 李家超 盧偉聪 当时都有谴责的 是不是 大家知道就是说 这个敏感事件 后来就是很多事件会出现 我只是祝福林卓廷 能够在721的案件里面 鸡人天相 我知道9月才结案层次 宣判都可能10月11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都不知道等到何时 他现在在 厌厌下日之下 我知道赤柱一点都不好受 没有冷气 而且就是说 冲月亮立刻成身大寒的情况 而且不知道他一个人 很多的在狱中的囚友 知名的不知名的 勇武的和理非的 本土的泛民的 年轻的到政治人物的 全部都承受很大的一种 屈辱 我都希望大家 都能够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曾经付出的东西 不要去忘记有一帮这样的人 我们很清楚 江永祥 我还记得江永祥 是吗 19年12月 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署江永祥 江sir 接受这个Cable TV访问 他说 他问道 为什么7月1当日 有警员在元朗站逃走 同样提到 有人带示威者 入元朗的说法 江sir那时怎么说呢 他说 我不叫做当时的情况是逃走 因为我想大家可能要将画面要拉 翻阔一点 是由一帮人 他带一帮示威者 进去元朗 而牵引整件事 哇 很离谱 是吗 港有两个人掉头走 有警察的时候 就没有黑社会 白衣人 有白衣人黑社会的时候 就没有警察 没有警察 没有警察的时分 元朗黑夜 月黑风高 南边围 光头上 南边围 光头上说 我不知道几点 整帮白衣人 拿一些跳蟹 打一些图 就是走开的一些人 甚至车都只要打在后面 白衣人在南边围到集结 不断响响响响声 一堆武器在那里 警察围而不剿 接着最后放生了他们 这些什么社会 元朗整件事 我都不想再说 很痛苦 怎么冲进去 上到月台道 无差别攻击在列车上的人物 就说他们是进来搞事的 简直是完全丧心病狂的抹黑 还要你成为被害人 还要说你家害人 还要告你 还要重判你两年多 然后白衣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只能拉到十个都没有 因此 整件事是什么呢 这一刻社会 找人来交差 给了安家费给那帮人 而我相信很多这些保徒 一旦是香港 一旦是英国 所以英国的各位 在看这个节目各位 留意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 你怎么处理他 不要问我 你自己想 OK 这件事很离谱 邓PK2020年3月说什么 他用暴徒来形容 拿着灭火通去抵御的人 他说看整件事有很多部分 包括下午已经有暴徒在打人 有暴徒在外面入元朗 喷灭火喉 灭火桶 也有暴徒在车厂打人 有人为了煽动仇恨 特意放大某一部分 基本上放大了 他完全觉得白衣人 白雪雪滑 基本上最坏都是这些 黑衣人冲进来的 这是邓PK 谭永伦 阿B 肥妈 方忠信的好粉丝 OK Kalefe 始终是Kalefe 你不是叫韩战 是叫战斗 是叫斗战 最后我看来 被人拘捕之后 天天问米色战斗会怎样算 邓PK 光复之后 全签 而且不是立刻要你死 要你慢死 我会被全世界直播你那种 那种狗样 黑年狗样 监警会 2020年5月的报告 就说 无事 卯事 卯事 之后 其他所有的门路完全不通 整个司法 整个检控 整个系统 已经有冤无路数 这种丧失理智 无差别的集击 集体私刑 引发大规模恐慌 将将审明 但依然 加害人 就变 被害人 被害人 就变加害人 觉得两班人 在互斗 最后 不问是非 不问真假 事实真相 其实都不需要我说 但是奈何 没有人 没有一个戴假法 拿着几十万港币 一个月 新水 带着假法的法官 这帮法官 有儿子 有女 可能拿着外国抗补 去其他地方 但是他们 一日最差是白衣人 一日最差是两面嘔斗 不是 一日最差是黑衣人 一日最差是两面嘔斗 其实黑衣人 并不是进来做任何事 他根本是乘客 而且那些不是黑衣人 怎么黑衣人 你可叫非白衣人 OK 而他一日最差是非白衣人 接着 就说两面嘔斗 各有不对 然后打完腸 这些就是他们做事的方式 对不对 我会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非常荒谬的 721事件事隔五年 除了林卓廷七人的非白衣人案 待结案陈迟和裁决之外 就其他白衣人 两人计划认罪 两人计划不认罪 分别在今年9月和2025年1月开审 另外四名罪成的白衣人 和一名罪脱的 即是无罪的白衣人的上诉 同样是有待法庭裁决 届时将会知识 法庭对事件的重新诠释 但是我们历史不需要法庭去写 我对这个法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希望 我只是说 流传历史见证 流传历史见证 所有做新闻的人 所有做记者的人 将这些见证 不断在这个时刻 每年周年的时候 回带播放 拒绝遗忘 是我们对于极权的 最重要的斗争方法 希望大家努力 今天讲这个题目 一定不是很多人喜欢 因为伤春悲秋 但是我们更加需要 温存希望 拥抱信念 光明始终会到来 我们下次再讲